還有一些會產生氣體的反應 這個鞍 哈佛法治鞍算是重點 然後呢 把氫氣跟氮氣直接化合成鞍 這在當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發明 對我們國中社會的重點是 他要用鐵粉當作水化劑 OK 然後再來就是氮氧化物 這是以前在膠酸的時候講的 紅或引到濃膠酸產生紅棕色的二氧化彈 這個顏色要背 因為在所謂的化學反應的評論的時候 又有用到 然後呢 另外一個叫做加氫膠酸產生無色的一氧化彈 好 一氧化彈 這次就記一下 濃膠酸 氫膠酸反應不一樣 濃酸跟氫膠反應常常不一樣 這個高中在慢慢玩吧 濃酸跟氫膠反應常常不一樣 OK 好 再來就是 膠酸碰到光 會產生紅棕色二氧化彈 所以成黃色 所以當初說要放在棕色瓶當中 然後呢 避免被光照產生變質 OK 這就是所謂的氮氧化物的生成 好 再來就是一些會有顏色變化 這個叫做硫酸酮 有水硫酸酮跟無水硫酸酮 看到硫酸酮水 你就想要念這個叫做 濃化雅菇 有水濃化雅菇 跟無水濃化雅菇 這是一個顏色的變化 是一個化學變化 然後吸收水變成結晶水 OK 這兩個比較重要 檢驗水的 檢驗水的 OK 這下就是銅黑色氧化銅 白色氧化鎂 就是以前講的一個小事情 看一下就OK了 好 再來就是新銅電池 做新銅電池的時候 硫酸酮顏色會變淡 還有一個暗放電解硫酸酮 硫酸酮 硫酸顏色也是會變淡 那銅放電解硫酸酮 硫酸酮容易是不變 不變 OK 那麼這後面這兩個 是在教電池的時候提的 那算是重點 那算是重點 顏色的變化形形 就是有顏色變化 那麼還有一個顏色變化也很重要 酸鹼指示記 好 我已經說過很多遍了 考試喜歡考食人 喜歡考分泰 有人問過廣用 基本上沒有人考分紅 但是我還是寫了 很希望你能夠飛下來 然後酸中顏色 鹼中顏色備好 然後廣用指示記 在中性是綠色 中性是綠色 就是把這些顏色備起來 這些會產生沉澱的 會有氣體的 會有顏色變化的 在開學一開始給各位 三年級開始給各位 各位那本部習講義上面 都有幫各位整理好 你就把這些該對的事情給我 備好 大家不要把它備好就對了 OK 顏色變化 顏色變化 酸鹼指示記 之類的 還有硫酸銅 綠化雅菇 請你把它備起來